大家有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打高端 没法出国 你要补打其他品牌 这大家要说什么 就是说高端 打了打三季 是补打吗 不是补打 是重打 可以这样子骗人民吗 可以这样子让自己的口袋赚饱饱吗 人民会选择打高端 是因为相信国家 相信政府 可是我们政府却把人民的信任丢在地上踩 只顾自己有没有利益 这样的政府我们还要吗 我们很遗憾 这样政府我们还要吗 那我们1126下架他 我们从高雄开始下架起 你说好不好 好 其实 不瞒大家说 最近有很多人都跟我说 我都听了很多下音 为什么我们在高雄市场 人手过来 为什么 好像听不太到监督的力道 为什么没有批判的力道 到底是为什么 当初韩国瑜在高雄市议会 怎么被欺负 怎么被侮辱 怎么被追赛 大家不知道吗 现在我们难道不能用同样的力道 还以陈其邁颜色 给他同样的伺候吗 不行吗 当然可以 可以 我也必须要承认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的议员 尤其是我们左南的四席议员 我们的姐姐们 每个都是尽心尽力 全心全力 在帮我们争取很多的建设 争取很多的福利 大家服务都做得很好 也有精准的民众说 我如果服务案件 搞到民进党手头的议员 没人能够处理 只有国民党能够处理 代表 我们国民党的议员 真的厉害 真的有口碑 真的一百分 但是 我们也要 希望 我们除了让现任的四位议员 都可以继续连任 我们左南 有继续有优秀的议员 帮我们连任之外 我也希望 大家给我新人一个机会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董事长要有新血 要有新战 要有新人 好不好 加油 加油 因为我们新人 没有包袱 我们新人敢说真话 新人 敢跟现在的政府对干 民进党的五小福 六小福 七小福八小福 我不知道几小福 他们敢跟韩国人对干 未来我就要跟陈其蔓 或者是未来我们的克制 我们就要监督到底 你说好不好 好 也希望在11月26日 大家 给我们一个机会 如果你们有五票 拜托一票 让我新人白乔英 拜托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加油 谢谢你们 感谢大家给我加油 因为其实我新人 比较没有 就是财力 所以我没有办法办自己的造势大会 所以今天看到现场很多人把我加油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很感动 我也会为广播讲继续加油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加油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